老家当老师 还有一个非常平凡的地方 当心老师真的不简单 我真的希望他 去吧 谈一谈 他为什么 为老家当老师的一个 去吧 我要他谈一谈 谢谢叔叔 谢谢 说到这个话题 我觉得 当老师吧 有些人 在有些人 特别是现代人的观念里面 什么是老师 老师就是最下层的工作人员 两袖清风啊 然后是什么都没有的 要房子没房子 要车没车 女生还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车房子可以靠以后 找个好一点的男朋友吧 万一一个小型 万一人家又有车有房子 不用你自己批划吧 但是对于许多男 男生来说就是 当老师就是一个 没有选择的选择了 但是呢 我觉得 女生这种动物 相比而言 比男生 可能是感情方面 就比较细腻一点 就像我吧 虽然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 给我再亏名 我可能也会 思想想 我留在亏名 还是回老家 如果再亏名的话 就孤孤单单一个人 好吧 万一一不小心找个人 我的朋友也不是一个人 还有两个人 但是呢 你的亲戚朋友嘛 虽然说都是一群 穷亲戚啊 也没什么怕的 但是你回去 你说是 万一 万一你以后当老师 有个工作 对方也是个工作的 没个洋芋吃了吧 然后你可以去亲戚家 穿穿梅 一不小心他又给你一点洋芋 然后 亏名 我们招呼那地方 苹果也是比较出名的吧 然后万一 苹果贵了 你当个老师 买不起苹果 你可以去同学家 或者是亲戚家 穿穿梅子 一不小心 又有点苹果了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 而且刚刚也是 哪个叔叔 叔叔说的 就是当老师吧 因为 虽然说是 短暂的利益方面来 看不出什么了 但是从长远的人士来看 他就是比较 一个有潜伏的 为什么这个潜伏在哪里呢 比如说 一不小心 你培养出一个 留学生来了 万一一不小心 以后又成为了 国家的洞娘 你岂不是 刨根到底 追根究底 岂不是你又成了名人 然后万一一不小心 你培养出一个 国家主席 是吧 那个时候 想出来了 这个只是一个 也是从我的本性来说 也是 反正我是觉得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我觉得 当老师吧 因为还有一个成就感 因为每当你培养出一个学生来的时候 当他见到你 微笑的给你 叫你一声 好 的时候 你心里面那个自豪感 虽然外表一点的平静 但是内心那个自豪是 无法言语的 就象征 老师 我们老家那些 对老师的话就是 因为父母也是 大多数都是 目不识兵的 都不认识几个字 然后是 所以老师说一就是一 老师说二就是一 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初中的时候老师说 不准谈恋爱 哥哥都不敢谈了 从高中的时候老师说 你们还要好好学习 好好考大学 大学是一个天堂的地方了 那个地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你上了大学之后 你以后的人生之路就是天堂之路了 我也想着这方面努力了吧 一不小心就考了个师大了 但是 但是我 所以我是觉得 呃 我们那个地方吧 呃 也不说是要做 也不说发达还会要做什么贡献 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地方 真的从最基本方面来说 太缺教育了 真的太缺教育了 为什么我们那个县市里面是在 听说有一年 唯一的一年上了中央电视台 但是为什么上中央电视台 因为是 呃 城镇卫生搞得最差的一个 上了中央电视台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那个路边人家想安个垃圾桶吧 那个垃圾桶都是贴的 游戏人会不会 头天按了第二天就不在了 把你敲去卖烂铁吧 卖掉了 哈哈哈哈 那路边人就答应吧 他本来是好好的 酸的路边人啊 游戏人喝醉酒了 他又急脚把那鸡飞掉了 啊 这是 说乱吧 也 也不是乱得那么夸张啊 真是乱中有序的 哈哈哈哈 但是要说的话吧 还是一个问题 昨天就这些 谢谢 所以 我们说 还有 这种 天堂 天堂在老 在老家 老家 不是天堂 因为这个 不想生委屈天堂 哈哈哈 好 好